欢迎各位观众来到今天的视频,我们将一起开始探索中国顶级电视剧之一《赞皇传奇》的旅程。 但今天特别吸引人的是国民男神肖战的出现,他为这部电视剧的名声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将不仅深入探讨《赞皇传奇》中的复仇历史,还将探索这个故事最激动人心和紧张的方面。 您将被浸润在充满传奇色彩、浪漫情感和高潮动作的细节中。 在这个旅程中,我们的伴侣是帅气的王一博,他曾获得多项杰出奖项,为赞皇传奇的表演带来了光彩和水平。 他在剧中的表现有何特点?让我们一起探索并发现等待着我们的惊喜吧。 所以,请确保您已准备好进入赞皇传奇的幻想和吸引力的世界,现在就和我们一起开始这次冒险吧。 《唐海传奇》皆是壮观的历史复仇电视剧。 对于那些喜欢紧张刺激和历史复仇题材的电视剧粉丝来说,备受期待的《藏海传奇》,又被称为《银海传奇》,即将在著名的恒电电影电视城开始拍摄。 这部壮观作品的初步演员阵容包括了才华横溢的肖战和令人着迷的《杭静怡》,为观众呈现了一场令人难以忘怀的精彩旅程。 随着制作进程的推进,演员们将逐渐加入阵容,首次正式公布的日期预计将在12月24日。 这一正式发布活动标志着一个广泛策划和精心准备的制作过程的开始,将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丰富的历史背景和出色的演员阵容吸引观众。 《藏西海传奇》将带领观众穿越令人着迷的历史世界,充满历史阴谋,复仇和紧张刺激。 以恒电电影电视城壮丽的背景为背景,这部备受瞩目的电视剧将把观众带入充满政治阴谋,复杂人物和令人惊喜的情节的时代。 肖战以其出色的演技而闻名,有望为角色带来深度和真实感,同时杭静怡的加入将为演员阵容增添神秘元素。 这两位才华横溢的演员之间的化学反应肯定将成为该作品的亮点。 粉丝们正迫不及待的期待官方公告,希望了解更多关于演员阵容、角色和情节的详细信息,而藏海传奇的拍摄即将开始,将为观众带来震撼的视觉和情感体验,揭示海底的秘密。 请密切关注制作过程,期待一部不仅满足,而且超越了紧张刺激和历史、复仇题材电视剧粉丝的期望的节目。 藏西海传奇有望在中国历史电视剧界掀起风浪,以引人入胜的叙事和出色的表演在观众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 231217荣耀与梦想的璀璨星光,王一博写众多奖项惊艳亮相。 伴随着激昂的掌声和粉丝们热切的目光,2023年的星光舞台上,演员王一博再次摘取荣誉的桂冠。 今年,王一博在获奖的道路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无论是绽放光彩的奖杯,还是票房的坚强支撑,他都展现出了巨星应有的实力和风范。 从今激奖提名,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到国际电影节的荣誉,王一博作为演员的非凡成就,无疑不得到证明。 粉丝们的祝福和支持与他的坚持不懈和努力相得一张,在娱乐的天空中共同闪耀着璀璨的星光。 不仅仅在演艺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就,转型成功的他也在其他领域展露头角,逐渐成为综艺界,时尚界乃至摩托界的代表性人物。 每一次突破和尝试都为这个时代带来全新的可能性和活力。 然而,每个成功的背后都少不了辛勤付出和挑战。 王一博作为一个年轻的演员,经历了许多困难和压力。 在他踏上演艺之路的初期,很多人对他的选择持怀疑态度,认为他只是一个偶像派艺人,不具备演技。 但他坚守自己的梦想,不断学习和突破自己,逐渐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这也让人们看到了一个艺术家对梦想的坚守与追求。 在网络上,王一博的名字经常出现在热搜榜上,粉丝们在各大社交平台上争相发声,表达对偶像的喜爱和支持。 从他的个人微博到粉丝群体的聚集,每一次活动都能引起热烈的讨论和转发。 这种热度不仅体现在粉丝的数量上,还表现在粉丝们为偶像创作的各种作品上,包括歌曲、绘画、视频等。 这些作品以王一博为主题,传递着对他的喜爱和对他作品的追求。 与此同时,王一博也受到了一些争议和质疑。 一些人认为他太过商业化,丧失了原创性和真正的艺术价值。 他们认为他的作品过于流行化,缺少真正的深度和思考。 然而,这种质疑并没有影响王一博的人气和影响力。 相反,他继续努力创作和突破自己,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在中国娱乐圈中,像王一博这样的年轻演员并不少见。 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力,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类似的案例有杨子、肖战等。 这些艺人通过参演热门剧集和综艺节目,逐渐积累了粉丝群体和影响力。 他们的出现也改变了传统观念中对于演员的定义,不再局限于单一形象和角色。 王一博的成功也给年轻演员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 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力,在娱乐圈中获得更多的认可和机会。 这也给了更多追梦的年轻人勇往直前的信心和动力。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王一博的成功代表了年轻力量的崛起。 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力,改变了传统观念,获得了成功和认可。 这种年轻力量的崛起也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他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职业,选择和固定的框架,而是敢于尝试和突破,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热爱。 从目前来看,王一博的事业还在不断发展和壮大。 他将会继续在演艺事业中发光发热,为观众带去更多精彩的作品和表演。 同时,他也在不断开拓其他领域,以多样化的形象和角色展现自己的魅力。 相信他的粉丝们会继续支持他,为他打call,见证他的成长和进步。 最后,无论是对于王一博的粉丝,还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他的成功都是一次鼓舞和激励。 他用实际行动向大家证明了年轻人的力量和价值。 他的成功也给了更多年轻人勇往直前的信心和动力。 让我们一同期待他的更多精彩作品,为他点赞,为未来的每一个夜晚增添一道不灭的星光。 王一博,那位在星光舞台上闪耀如星辰的演员,似乎一直都是荣耀和梦想的象征。 当他再次登上2023年的星光舞台时,整个现场都弥漫着热烈的氛围,掌声如潮水般汹涌而至,粉丝们热切的目光仿佛能穿透屏幕,直达他的灵魂深处。 这一幕,宛如一场星光盛宴,让人不禁为他的成就喝彩。 今年,王一博不负众望,继续在荣誉的殿堂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无论是那闪耀光彩的奖杯,还是那坚实的票房成绩, 他都以无可辩驳的实力和崭新的风范展现出了一个巨星应有的品质。 这不仅仅是一场演绎的胜利,更是对梦想的坚守和对自我的超越。 从金鸡奖的提名,腾讯视频星光大赏的荣耀,到国际电影节的殊荣, 王一博的演绎成就越发令人瞩目。 这一系列的荣誉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认可,更是对中国影视产业的肯定。 他的成功不仅源于个人的努力,更得益于无数粉丝的祝福与支持。 这些粉丝不仅是他事业道路上的见证者,更是一群共同追逐梦想的伙伴, 与他携手共同闪耀在娱乐天空。 王一博的坚持和努力成为了他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在演艺圈这个竞争激烈的舞台上,他没有被眼前的光环所迷惑,而是坚持不懈地追求卓越。 这种敬业和专注的态度不仅为他个人赢得了口碑,也为整个演艺圈树立了一个榜样。 他的成功告诉我们,荣誉来自于对梦想的坚守,而实力则是持续努力的结果。 在这璀璨的星光中,王一博的光芒显得格外璀璨夺目。 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演员,更是一个梦想的追逐者,一个值得敬仰的巨星。 而这一次的荣誉成就,不仅是对他个人的庆贺,更是对整个演艺界的一次盛大颂扬。 随着这场星光盛宴的落幕,我们不禁期待着王一博在未来演艺道路上能继续创造更多的辉煌,让他的星光璀璨而不曾暗淡。